《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巡航导弹的美国苏利文号驱逐舰 此前也抵达了海湾地区 而美国空军搭载24枚AGM-158JASSM控等巡航导弹的一战略轰炸机 已经部署至卡塔尔的乌戴德空军基地 目前在叙利亚附近海域还没有发现美军核潜艇 但俄亥俄号核潜艇将很快出现在这一地区 五角大楼否认俄国防部关于美国正向叙利亚调动兵力已发动导弹打击的说法 但表示一旦有相关命令及准备采取行动 针对美军向叙利亚周边调兵遣将 俄罗斯也开始向地中海地区集结兵力 俄罗斯消息报28日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正在地中海地区部署自叙利亚作战行动以来最强大的海军集群 包括十艘军舰 一些军舰正在途中 其中八艘配备口径巡航导弹 另有两艘潜艇 这些军舰包括配备火山沿远程反舰导弹的 乌斯基诺夫元帅号导弹巡洋舰 北莫尔斯克号大型反潜舰等 据报道 去防空部队做好了拦截导弹打击的准备 同时 俄军也正在加强驻叙利亚赫梅尼姆基地的防护工作 俄军向该基地增派了一个连的道尔M-2防空导弹系统 刘宇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